宋朝民间故事 男子重病成亲 其妹代替哥哥陪伴嫂子 深夜发现嫂子竟是男儿之身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宋朝杭州府 有个名叫王洪昌的男子 祖上世代为一 如今他开了个医馆 是城中有名的郎中 王洪昌与妻子诸世 婚后生得一对儿女 儿子名叫王文 已年满十八 生得一表人才 早年就与李寡妇女儿定下亲事 女儿名叫慧彤 年方十六 生得峨眉带秀 凤眼寒情 妖如若柳迎风 面似娇花拂水 依许配城中开药铺的周家 如今 王洪昌见儿子已到了该成亲的年龄 就请媒婆前往李寡妇家 将日子定下 刚好 此时周家也请媒婆到王家商议 想早点将慧彤迎娶进家 王洪昌得知此事后 回话周家 还请多等些时日 带小儿完婚过后 在一小女之事 眼下断不能从命 周父老年得子 对儿子周洪桥爱若珍宝 恨不得早日为他娶妻生子 好延续周家香火 可如今王洪昌这样一说 即使心中有许多不情愿 也无可奈何 只得耐心等待 王家这边 也催促媒婆刘大娘 赶快与李寡妇家商订成亲日子 好让儿子早日成亲 李寡妇娘家姓胡 嫁于城中李源外家 18岁就生下女儿 娶名朱儿 两年之后 又生下儿子 娶名李云 李云还未满三岁 丈夫李源外就因病撒手人寰 丈夫死后 李寡妇有些洁气 同着养娘一起带着两个儿女 不肯改嫁 城中之人对她都很敬佩 光阴似箭 如今两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 朱儿许配王家 李云从小就嫁聘徐家女儿 朱儿和李云姐弟俩都生得一样貌美 天资聪明 内善读书 不但才貌双全 而且颇为孝顺 这让寒心如苦的李寡妇很是欣慰 只等一双儿女成婚后 便可享清福 当王家请刘大娘来商定成亲时 李寡妇满心欢喜地选了个吉时 定于一月后将朱儿嫁到王家 日子敲定后没几天 王文就感染风寒 出了些虚憾 便为寒症 不省人事 喝下药去 就如撒到石头上一般 毫无反应 求神补挂都说无救 谁让王洪昌夫妇急得整日守在床边 一泪洗面 眼看离大喜之日越来越近 而儿子还气若油丝地躺在床上 王洪昌与妻子朱氏说道 眼看文儿一时半会好不了 看来只有回了李家 待大病痊愈后再选吉日 朱氏听后回道 平常人家若遇到大病未遇 都会找人冲洗 你倒好 有个县城的却不知道珍惜 王洪昌回道 若文儿大病痊愈到还好 万一有个好歹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 朱氏 若文儿好了 他们则是正常夫妻 若文儿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们就把他当女儿 并寻个好人家即可 夫妇俩人一合计 决定向李家隐瞒儿子大病之事 按原定日期让俩人成亲 谁知他俩的谈话被邻居马强听了去 马强为人刁钻 喜欢算计别人 见财忘义 之前曾在大户人家当过库管 因他做库管时得了些不义之财 线索住之处与王家基地相连 手中有钱后就想见强买王家房子 王洪昌不肯 为此 两家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合 马强巴不得王家早点出些事故 这样好将他房屋买了过来 当他听到王洪昌夫妇对话后 怎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立刻跑到李寡妇家里 将王文病重一事告诉了李寡妇 李寡妇得知女婿病重后 担心会晤了女儿 于是便让养娘与媒婆刘大娘 一起前往王家看个究竟 诸是得知李家养娘到家中 看望儿子王文后 马上对女儿会同说道 你赶快去将哥哥新房布置好来 当养娘说明来以后 诸是回道 小儿只是感染了风寒 并未有何大爱 如今新房已备好 按即日成亲即可 那还请带我前往新房中看上一眼 养娘说道 诸是带着养娘到了新房 养娘见房内物品具备 摆放整齐 已做好了成亲的准备 沉思片刻后说道 如今官人身在何处 可否让我见上一面 回去之后也好和夫人有个交代 诸是回道 小儿失了发汗要刚睡下不久 你大可放心 只是风寒而已 养娘也不好再说什么 闲聊片刻后起身离开了王家 李寡妇听养娘说了王家情况 心里也是犹豫不决 若是不嫁 又恐王文只是普通风寒 若是嫁了 又担心王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误了女儿 万般无奈之下 李寡妇只有与儿子李云商量 李云说道 如今人都没让养娘见到 看来定是病得不轻 孩儿倒是有个万全之策 不知母亲可听 你有何好记 李云说道 母亲只管答应王家按即日成亲即可 到时可将我伴为姐姐嫁到王家 那王文如今正在病中 定入不了洞房 三日之后 我便会以回娘家为由离开王家 待王文痊愈再让姐姐过去 主意已定 李寡妇便将养娘叫到房内 几日后 少爷替代小姐出嫁 你跟在少爷身边 为她梳妆打扮 好的夫人 到了即日 李寡妇看到装扮起来的李云 竟与女儿并无差异 就连亲生母亲都分辨不亲 于是便更加放心 傍晚时分 李云随迎亲轿子到了王家 眼看新娘就要下轿 却没新郎迎接 诸事亲生一计 让女儿会同代替哥哥接新娘落轿 之后便是拜堂成亲 一切新人礼数完成后 诸事便说道 如今就去我儿房中为她冲洗 接着月人吹打 带着新娘来到王文床边 诸事说道 我儿 今日为你娶媳妇到家冲洗 帮你早日痊愈 与媳妇一起早生贵子 说完之后 就接去新娘头巾 众人见新娘长得美若天仙 无故称赞 头巾被揭开之后 李云在人群中瞟了一眼 看到站在身旁的慧童 心想 好漂亮的女子 可惜我李云一定妻子 若早知此女 一定求她为父 这里李云在心里称赞 谁知会同心里也想到 早就听刘大娘说她貌美 如今一见 果然如此 只可惜哥哥如今有病在身 今夜让她独守空房 若我丈夫如她一样貌美 那我便别无她求 不提俩人彼此欣赏 诸事安顿好一切之后 打发了冰相乐人 让个子回屋休息 李云在新房里 养娘为她卸掉首饰 秉烛而坐 不敢就寻 朱氏回到房中 与丈夫王洪昌说 今日媳妇刚到家中 哪能叫她毒素 何不让惠童去陪她 王洪昌回道 如此这般大可不必 朱氏不听 走到惠童房里 你嫂嫂今夜刚到家中 你去陪陪她吧 惠童今日一见嫂嫂便觉得喜欢 如今母亲这样安排 郑重其义 于是便跟着母亲到了新房外 朱二 只因你官人有病 今夜不能相陪 特令小女陪你同睡 李云听后满心激动 但又怕露出马脚被人发现 于是回道 奴家自小最怕生人 一人睡即可 朱氏 你们姑嫂 年纪相仿 就如姐妹一般 有何好怕的 你若嫌弃 各盖一辈就好 转身又对惠童说道 惠童 你去把房里的被窝带过来 陪你嫂嫂一起睡 就这样 俩人睡到一张床上 各盖着被子 聊至深夜 后因天气太热 惠童干脆将自己被窝放到床下 与嫂嫂同盖一辈 可刚躺下不久 惠童翻身之时 手不小心碰到了嫂嫂身体丝布 感觉一样后忙将手缩回来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假装我嫂嫂到此 李云见惠童已发现自己男儿之身 便回道 我们俩已成亲拜过堂 如今便是你丈夫 惠童立刻从床上坐起身来 你若不说真话 我便喊叫起来 看你怎么办 李云听后 心里也有几分惧怕惠童将此事告知诸事 只有将替姐姐出嫁一事说了出来 惠童得知眼前这男子 竟是嫂嫂兄弟时自然也放下了心 只是两人一开始就心生爱慕 如今李云身份被识破 这正值青春年华的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顺理成章的就有了夫妻之时 接下来两日 回头每天都陪嫂嫂睡到日晒三干 第三天 李云新娘回娘家 可李云却因不舍会同而没回去 诸事看到儿媳 如今竟连娘家都不回 只称儿子真是娶了个重情重义的好媳妇 再说王文这边 自成亲那晚过后 慢慢就好了起来 直到了妻子已娶回家中 生得极为标志 高兴之余病好得更快 数日之后 王文便可稍微下床 他第一件事就是将媳妇喊到房中 一看果然是个美人 任逢喜事精神爽 自见过媳妇后 王文之病静日见好转 李云见到王文后 心想 这男子虽面带病容 但长得着实英俊 姐姐能嫁他为妻也是足够 看来我要早些回去将姐姐换来 到了晚上 李云在房里对惠同说 如今哥哥病已好转 你找个机会窜落母亲 让他放我回家将姐姐换来 若再住下去 事情必然败露 惠同 你要回去也是一事 只是我的终身该如何处理 李云 此事我已千丝万象 但你已许人 我已聘付 还有什么计策可施 真是无可奈何 惠同 君若无忌取我 是以魂魄相随 决然无言再嫁他人 惠同如此一说 李云本就对惠同心存不舍 如今更是感动万分 不由将惠同拥在怀来 事到如今 雅人已无可奈何 只抱成一团双双哭泣 再说诸事 自从媳妇到家之后 女儿终日行坐不离 刚到晚 就关上房门去睡 直到日上三干 方才起身 起初只以为是孤嫂情深 并未在意 可后来竟日日如此 诸事心里就有些不悦 无奈儿子带病在身 无法陪伴新娘 也只有忍耐 这天夜里 诸事挽起小姐 路过新房外面 听到里面传出声音 往门缝里一看 只见姑嫂俩人正抱头痛哭 诸事不解 推门而入 你们姑嫂俩人 半夜不睡 为何再次抱头痛哭 俩人见诸事进门后 一时慌慌张张答不上了 诸事心想这是必有蹊跷 于是就将惠同拉出房外询问 惠同经不住母亲多番询问 只有将事情一无一时告诉了诸事 诸事听后怒气田兄 拿起木棒就准备去打李云 惠同见母亲要打自己心爱之人 于是用力将诸事拉住大喊 公子快跑 李云听到惠同喊声后 知道事情已败露 此时养娘赶到身边 公子若此时不走 必将大祸上身 说完 拉起李云就往外跑 诸事眼见李云跑出家门 无奈又被惠同拉住不放 心里焦躁地大骂起来 一时间 王家乱作一团 第二天 马强向丫鬟打听后 得知了昨晚王家发生的一切 真是天助我也 王洪昌看你这次不再倒在我手上 哈哈哈哈 马强立刻到了周家 将王家昨晚之事全部告诉了周富 周富听后气愤地跑到王家 见到王洪昌就说 当初我要与你定下婚期 可你却说先让儿子成亲 这下好了 出了这样的事 这样的媳妇我们周家不要 把聘礼还回来 我而好另聘他人 王洪昌知道自己理亏 正想着如何向周家解释赔罪 气头之上的周富 见王洪昌默不作声 以为是想耍赖 抡起拳头对着王洪昌脸上就是一拳 此时王洪昌也怒了 赶上门欺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完一头撞到周富身上 于是两人打坐一团 朱氏见状怕闹出人命 忙到府衙报了官 知府听朱氏讲完事情后 将所有人 包括逃走的李云 及姐姐朱儿一起带到大堂之上 经过一番审问过后 知府盼王为赢取朱儿 会通嫁里云为妻 周洪桥娶徐家之女 当周洪桥看到徐家之女 也貌似天仙之时 心里那是激动万分 最终 三队有情人终成眷属 精彩故事接着看 顺天府刘将军六十有余 长子刘刚骁勇善战 长年效力军前 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 长女刘英今年十九 年初引嫁为人妇 四女刘兰年满十八 长得碧月秀花 甚是好看 刘兰从小宝读诗书 举笔成文 刘翁因爱女心切 一心想为她择个门当户队的家偶 一直如今都已十八岁了 还未许配人家 正值青春年华的刘兰 一想到如今自己还孤身一人 常常临风感叹 对月凄凉 刘翁妻子吴氏 有个姐姐 嫁给周姓人家 后丈夫死了 吴氏见姐姐孤家独居 于是便将她接到家中 陪伴女儿刘兰 称为吴仪 自吴仪到家后 刘兰与她相处极好 有些父母不知的心里话 都会说给吴仪听 吴仪年过半百乌儿乌女 见刘兰真心待她 自然也就将她当作 亲生女儿般看待 这年明清 城中公子小姐相约 到处踏青 游山玩水 刘兰无心外出 便约着吴仪 带着丫鬟彩霞在后院荡秋千 正当三人玩得不亦乐乎之时 忽然看见墙头站着个偏偏美男子 轻衣堂金 眼睛直看着刘兰 连声喝彩 好 好 男子的叫声让刘兰羞得满脸通红 忙夺到吴仪身后匆匆回了房里 彩霞见小姐离开 自己也赶紧跟了进去 男子见此时院中无人 干脆翻墙而入 院中秋千还在 余香未散 让男子心中一阵陶醉 男子在院中四处打量 不经间看到草丛中似有一物 走近一看 居然是块粉色的罗帕 这一看就是女子随身之物 男子捡起后如获至宝 真乃是天赐良缘呢 说完就将罗帕放入怀中珍藏起来 就在男子高兴之时 忽然感觉有脚步声从屋里走出 他立刻于墙而出 站到之前的位置 彩霞到了后院 低着头来回在草丛中找寻数字 嘴里小声嘀咕 这是怪事 怎么会不见了呢 男子见状 从怀里取出罗帕 小娘子 你要找的是这个吗 彩霞抬头一看 那不正是小姐的罗帕吗 忙走上前向男子行了个礼 公子急以简德 还请还了我 男子问道 此罗帕是何人之物 回公子 是我家小姐的贴身之物 既是你家小姐贴身之物 还得他亲自来讨 方可还他 男子如此一说 彩霞知道这罗帕 只有小姐才能讨回了 于是便问道 既要小姐亲自讨要 敢问公子府居何处 我叫吴江 原籍苏州府 近日随父亲刚到此处上任 就住院墙隔壁 直到吴江住之后 彩霞与他寒暄几句就准备离开 吴江却写了一首诗 让他转交小姐刘兰 再说刘兰自见了吴江 虽一时羞愧 却是挑动了一个情字 头中不语 心中却想 好个俊俏郎君 若嫁的此人 也不枉白活一世 正在思索之际 却见彩霞一脸气愤地回到屋里 刘兰盲问他罗帕找到了没 彩霞将遇到吴江之事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刘兰 并将诗交到他手里 吴公子说了 这有小诗一首 只有小姐看后并有回音 罗帕才会物归原主 刘兰接过小诗打开来看 片刻之后脸上红霞飞过 看来我与吴公子还真是狼情惬意 当时若有个主意 舍去这罗帕 把事烧掉 让彩霞不再传递的话 那真是天大的事都能了 奈何刘兰一来是极瓜不嫁的女子 二来是满腹财情不可埋没 于是提笔作诗一首 让彩霞给吴江送了过去 吴江读诗后 顿时对刘兰刮目相看 觉得他不但人长得漂亮 更是满腹才华 当下就下决心 一定要得到刘兰 于是又作诗一首 让彩霞带了回去 这一来二去 彩霞的足迹不断后院 吴江的目光没离过墙旁 时至端午 刘翁在后院家宴 吴江站在墙旁走来走去 明知刘兰就在院内 可却不能相见 正在气闷时 意外撞见魏族王三 王三善作目活 常在刘翁家里做工 吴江哪肯放过这机会 赏钱白银十两 让王三买酒吃 只求他将一首小诗 交到彩霞手中 王三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直伺候刘翁家宴到赐早 趁人不备时 才将小诗转交彩霞 彩霞收到后 忙交到刘兰手中 刘兰看后 剑房中无人 便将小诗随手一放 就忙于梳妆 吴一走进屋里 恰巧见到梳妆台上的诗文 大惊道 兰儿既有心上之人 此时何必瞒我呢 刘兰娇羞地回道 我俩虽有诗信往来 但并无男女之事 我还打算抽个时间告知吴一 谁知却被你发现在先 吴一说道 吴将乃是苏州秀氏 与小姐们当互对 何不让他找梅说何 成就你俩百年姻缘 刘兰娇羞地应了下来 吴将收到刘兰答复之后 便托梅到刘家求亲 刘翁听说 吴父刚到此地上任不久 或许日后还会调任其他地方 刘翁爱女心切 不忍心日后与女儿两弟分离 以此持衣未许 吴将之求亲不如意 与刘兰两人商量 吴将与吴一同事一信 由吴将拜吴一为孤 两人结为甘兄妹 如此一来 惠面就方便得多 吴父虽然为官 但在这方面却是糊涂之人 在吴将的一番要求之下 既然到刘家说了此事 恰巧刘翁也是五人出身 吴父上门这么一说 两人都没多想 就让吴将拜了无意为孤 与刘兰成了甘兄妹 当晚 一家同习 吴将与刘兰心中暗暗欢喜 桌上少不了眉来眼去 最后静患而散 次日 刘翁收拾好院内的厢房 好让吴将来时有个去处 从这以后 吴将便隔三差五的到刘家来 最后干脆将笔墨指宴 搬到院中厢房 直接住到里面 这样一来 便可每日在院中与刘兰同行同坐 好不快活 这天 吴将见四下无人 便肯请刘兰让自己到闺房中一看 刘兰小声告诉吴将 要是在吴医那里 然他自想法子 隔日 吴将带来金钗一副献与吴医 吴医接过金钗问道 吴公子厚礼相赠 不知何时 吴将回道 晚辈年少 若有什么过失 还请姑姑包容彩事 无一一听 就知道吴将所指何事 于是回道 你与兰儿心事 我早已惜之 但有来往 绝不泄露 之后便把钥匙给了彩霞 刘兰得知钥匙已由彩霞保管后 心中大喜 王通知吴将今夜前来 吴将收到消息后 岂不自禁 天才刚黑 就迫不及待地到了刘兰归房 刚进门就准备上前搂抱刘兰 刘兰却将她挡开 忙叫彩霞去请吴医前来 吴将见此大失所望 向刘兰说了一番相思之口 一时急得差点泪流 刘兰说道 我本真女 你非荡子 只因有才有貌 所以互生爱你 我今日应了你 指望日后不负于我 两人正说着 吴医进了屋里 吴将盲求吴医为梅 今日是与刘兰结为抗礼 头中誓言如流而出 吴医说道 你二人祈求我为梅 可写下和合婚书 一份留在我手 以为梅正 其余你们各执一份 为日后所用 你们两人 女若负男天打雷劈 男若妇女 乱见射死 两人见吴医说得实在 各自心中欢喜 按吴医所说写下婚书 在吴医的见证下 拜堂入了洞房 一番云雨过后 睡到五更 刘兰盲催吴将赶快离开 并说道 我已委身于你 你可千万不能有负于我 吴将信誓旦旦 神明在上 若我有负于你 万剑穿心 说罢 一一不舍出了屋门 自此 两人隔三差 无恩爱一般 日子过得毫不快活 这样过了半年有余 吴父果然被调任他处 吴将心中不舍刘兰 于是推说身子不病 不能同网 自己留在此处读书罢了 吴父平日爱子 言无不从 如今吴将这样一说 也就由了他 父亲走后 吴将几乎每晚都会与刘兰暗中私会 两人更是如胶似漆 与发亲热 转眼又过了半年 有人来报吴父身在峨眉 水土不服 如今已卧床不起 吴将得之后 想前去看望父亲 但又不舍刘兰情爱 是在两难 整日愁眉不眨 刘兰得之后劝说吴将 父子之情 高天难比 你放心去就行 我会等你回来 吴依则说 如今你与兰儿有了夫妻之时 此次前去一定告知父亲前来提亲 到时候 兰儿父亲这便我自有法子 两人这般一说 吴将心里满是感激 并答应自己一定早去早回 尽早回来与刘兰成亲 次日清早 吴将辞别刘翁一家 骑马上路 这一路上 时常拿出与刘兰的书信小诗 独之泪下 心中满是不舍之情 吴将快马下鞭 不无日便已归家 参见父母后 一门欢喜 原来 吴父在此地 已同周园外定下亲事 正要通知儿子回来 行聘完婚 吴将得之后 一心只想的刘兰 极不情愿 可后来听说周园外之女 长得美艳无双 且又是大富之家 嫁妆扑风 吴将木材贪美 竟然将与刘兰的誓言抛之脑后 半年后 周氏过门 果然长得国色天香 与吴将夫妻恩爱 如鱼得水 早就将刘兰望得一干二净 在说刘兰一时将吴将劝说回去之后 便觉得自己又是孤身一人 白日凄凉 黄昏寂寞 真可以说登前游隐相亲 上帝无人共语 美玉春花秋月 不觉梦断魂牢 这样来了一年 吴将一直查吴阴信 恰巧有人前往峨眉 于是刘兰便带了一封书信 只问吴将何时归来 可回信却说 吴将父亲大病未遇 待父亲病好一定速速归来 刘兰心中极为不快 但也只有继续等待 这一等又是一年 无一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于是就命王三前去峨眉打探 看看吴将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日后 王三找到吴将 说出自己前来的目的 吴将见识到如今已无法再瞒 只有将自己成亲一事说了出来 刘兰得知后 哭得肝肠寸断 将自己与吴将的交往记录下来 与和婚书一起放在屋内 夜里一条白铃悬梁自尽 第二天清早 彩霞打开房门 见到早已断气的刘兰 吓得大呼小叫 刘翁看着女儿的尸首及留下的书信 哭得死去活来 忍着悲痛将刘兰安葬之后 手拿和婚书向峨眉出发 面对刘翁的质问 吴将刚开始第一次不认 刘翁一气之下 将吴将扭送知府府抚押 在知府面前拿出两人的和婚文书 此时 吴一和彩霞也感到抚押 在人证物证面前 吴将只有从事招来 知府大人骂道 吴将调戏官家子女 一罪 停妻再娶 二罪 阴间致死 三罪 婚书上说男若妇女 万剑穿心 我虽没万剑投射你 但我可用乱棒打你 以为薄情男子之介 说完便命堂上牙医 手持木棒对吴将就是劈头盖脸一通乱打 直到血肉模糊 气绝身亡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您 Raum 订阅